第348集 双头抱怨 一头第三镜的抱怨 正虎视眈眈地看着眼前这个 突然闯进来的人类 古灵秘境之中 妖兽对于人类可是并不陌生的 每过百年就会有大量的点心进来 大部分死了 少部分错过了古灵秘境的开启时间 被打上古灵秘境的烙印 终生不得出去 但抱怨并没有急着进攻这个渺小的人类 身为第三镜的妖兽 灵智已经得以开发 从这个人类的身上 抱怨感知到了危险 这是对死亡的恐惧 抱怨觉得很不可思议 自己的实力绝对是第三镜之中 当之无愧的皇者 就算比不上这古灵秘境之中 十来位足以与第四镜搏杀的妖兽 但也相差不远 大吼一声 这抱怨为自己的害怕感到了暴怒 三米都高的身子 肌肉囚结在一起 泛着金属般的光泽 天魔子一身狼狈 进入古灵秘境之后 才稍微的放松了一些 堂堂地八景巅峰的修饰 被追成了丧家之犬 传承久远的天师东 也毁于了一旦 等着 我会报仇的 只要给我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过后 我将纵横苍蓝界 天魔子的心多的滴血 偌大的天师东弟子 不下十万 但现在却化为了废墟 这一切都是因为力量 如果我天师东的力量足够强大 那我天师东又有何惧 天魔子喃喃自语 苍老的脸庞上 出现了一抹病态的烟红 随后一双灰白色的眼眸 看向了抱怨 脸上露出了笑意 那就从你开始吧 天魔子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让抱怨没有来的一阵心慌 对面这个人 比自己还要像妖兽 这抱怨双目通红 仰天一声咆哮 声震百里 无数的妖兽 在抱怨的咆哮声中 瑟瑟发抖 不敢动弹 数十上百万年来 抱怨一族的强大 已经眷刻在他们的血脉之中 轰隆 抱怨所立的一座小山头 在抱怨的爆发力之下 瞬间整座山头 在抱怨的一塌之下破碎 一道道粗大的裂缝 出现在山体上 抱怨的速度 瞬间突破进入音速 在空中撞出来一条真空的通道 死 天魔子不为所动 手拈法觉 向着抱怨点去 一指之下 抱怨如同中了定身法一般 动弹不得 灭魂指 天魔子的动作不停 张口吐出了一口精血 精血在空中不停地变化 形成了一根似虚无 充满邪恶气息的手指 这根手指震荡之间 似空间都承受不住一般 手指间刹那之间 形成了一朵妖夜的花朵 印在了抱怨的额头 抱怨的身子 一头栽倒在地上 外表没有任何的伤势 但是灵魂 却已经被抹杀了 天魔子无嘴 这两式法觉 都不是第三镜能够参悟的 最少也要第六镜以上的人物 才能够修行 天魔子 以第三镜的力量 勉强催动了 两式威力强大的武技 哪怕只是发挥出了一丝的威力 也不是第三镜的生物 能够抵挡的 该死的 身上的伤势 越来越严重了 不过 支撑到半个月之后 一切都会发生改变 天魔子 单手成爪 握住了鲍园的尸身 消失在山林中 天魔子出现在一处山洞中 双手不停地变化 打出了一个个法觉 印在了鲍园的身上 同时 不停地往鲍园的身上 加入一些材料 每加入一种材料 鲍园的气息就强大一份 身子也缩小一份 天魔子有些心疼 这些材料 都是可以炼制成 高级魔师的时候 才能够用到的 每一种都价值 成千上万的零食 但现在 却全部投入到一头 第三镜的魔师之中 真是浪费材料啊 但先不说 天魔子炼制出一头 第九镜 与第八镜的天魔师 都会被摧毁 就算是现在能炼制出 第四镜 第五镜的模式 天魔子也不敢炼制 本身就是第三镜的修为 能够发挥出 第四镜 第五镜的战力 那没有事情 如果修为达到第四镜 那就只有死 一头三米多高的鲍园 现在身高 已经不足一米高 如同袖针般的一样 不过却更加的猙獰 脖子边上 又长出了一颗脑袋 青面獠牙 背后生长出了一对 长着有黑鳞片的符翼 摩尸的等级 可以划分为 人摩尸 地摩尸 天摩尸 一到三镜 为人摩尸 四到七镜 为地摩尸 八九 为天摩尸 摩尸的等级 并不是不能变化的 那是需要大量的进食 加上特殊的灵才 而天摩尸眼前的双头鲍园 足以横扫这一片第三镜的修饰 潜力巨大 本身就是第三镜的无敌妖兽 而鲍园的终点 并不是第三镜 只不过是因为被困在古灵秘境之中 不能突破第三镜罢了 再加上天摩尸 为了有一个帮手 可谓是下足了本钱 大量炼制 第七镜以上 摩尸的灵才 却是用来炼制这头 第三镜的人摩尸 可谓让这头双头鲍园的潜力 达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鲍园一族 是传说中 远超第九镜之上的 超级妖手 三头六笔元的后裔 三头六笔元 强大无比 一身实力 足足相当于 九个自身的实力 而鲍园一族 很少能有血脉反足的现象发生 而现在这头鲍园 却是多生长出来一颗头颅 这代表着 鲍园开始反足了 多出一颗头颅 鲍园的实力就会翻倍 也就是相当于 两头第三镜无敌妖术的力量 存在于这一头双头鲍园体内 一身的实力 可不是相当于 一加一那么简单 现在这双头鲍园一身的实力 足以以 进入第四镜的修饰薄杀 而不落下风 哈哈哈哈 没想到 这头鲍园体内的血脉 居然被激发了出来 真是天不觉我 在古灵秘境之中 拥有这双头鲍园 足以不惧敌手 天魔子先是一愣 随后仰天大笑起来 拥有双头鲍园 只要不被太多的人围攻 完全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要知道 就算是第七镜的修饰 压制修为 到第三镜 进入古灵秘境 能够发挥出来的战力 也不过与先前 未曾变异的鲍园相当 只有一些灯上 苍蓝界天骄榜 前十的天之骄子 才能以第三镜 搏杀第四镜的修饰 又或者 第八镜的修饰 进入古灵秘境 才能以第三镜的修为 发挥出第四镜的战力 因为第七镜与第八镜 是一个质变 成百上千位第七镜 也挡不住一位 第八镜修饰的击杀 而古灵秘境之中 也是热闹非凡 一个个苍蓝界 天骄榜上的人物到来 天骄榜上 一共收录了 一千位 苍蓝界第三镜 年轻修饰的排名 此时 古灵秘境开启 足足有一大半 都赶了过来